好 下面讲一下步行 步行在城市太乙圈老驾一路里边主要的几个步法 第一个叫右攻步 像动作里边的蓝杂衣是很标准的一个右攻步的方法 这个右攻步它的意思就是右腿为实腿 左腿为虚腿 它具体的重量的分布叫三七分 三七分 太乙圈的攻步 它与其长圈的攻步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虚腿不能停止 所以它要求都是屈膝松胯圆刀 这有变于这个跨关节的放松 当内的灵活的旋转 所以城市太乙圈在这个当步 它有当步的要求 所以当内自有弹簧力 灵机一转鸟难飞 所以它的机关和身体弹抖的发力动作 全部靠当和腰的灵活来把静力吹出去的 所以这是当的要求 所以它又有一个左攻步 第二个步行就是左攻步 像单边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左攻步的方法 所以老驾一路的分步是三七分 它与新驾一路是有区别的 新驾一路是要求是四六分 这是两个工步 两个工步 两个工步的当要求是 在横方向通过区域松跨 把当求圆 这叫在横方向既有开又有合 第三种步法就是斜行步 在斜方向把步开出去 然后身体是摆正的 但是这个当它不是这样横方向的开圆 它是这样的有点斜方向的叫扣当 两个腿也有向理合的这种感觉 叫扣当 这斜行也是一个很标准的一种步行 这个当的要求叫扣当 那两个左右公步 它要求是合当 这是第三种步行 第四种叫虚步 虚步它有左虚步右虚步 像左虚步六封四壁 是左虚步 但是这个虚步的位置 是在这个右脚的中线 右脚中线相距三十公分左右 这是一个右虚步 左虚步 虚脚点地 它起到一个十分之一的支点作用 主要重心是在右腿 还有一个左虚步 就白额亮刺 白额亮刺的左虚步 它就在这个右脚的左前方 去通过屈膝松跨 放松下沉 把重心 主要在右腿 这是白额亮刺的左虚步 这是白额亮刺的左虚步 右虚步呢 就是金刚倒队的上步方法 这个为右虚步 也是放在左脚的右前方 脚尖点地 屈膝松跨 周身放松 把镜主要放在左腿 在套路里边 就出现了这些虚空步 可虚步 它还有独立步 独立步 就像 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 这步法叫独立步 独立步它要求提腿 然后脚要向嫩扣 扣起来 所以扣当合当 然后手推上去 这右独立步 左独立步 这样腿敲起来 然后扣起来 这个叫独立步 这是高的 而且低的 它有坐盘步 你将 这个打脚的动作 插步 这叫坐盘步 这样坐下来 左坐盘 右坐盘 所以两个这个 坐盘步 还有一种 叫瀑布 像缺地龙的方法 叫瀑布 这个瀑布 它就当不能坐在下面 所以这个脚尖 也不能敲起来 这种步法 叫瀑布方法 因为跌刹了 跌刹 脚尖可以敲起来 然后把 可以坐在下面 一般要求 是下去的时候 就当要立地四指 也不是完全坐在下面 坐死的 所以这个 比那个要低一点 这个叫跌刹 它不是完全坐在 坐在地上 坐死的 所以太习圈 它讲 当能自有弹簧力 而不是 动一下 坐在地下 坐在那里不动 那个把当一下 都坐死了 这只是 它的步行 步行有这么多种